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催花姐北美生活频道 看这16磅的火鸡 虽然我家先生烤得非常美味 并且我们家吃肉的粘力非常强 但最终你看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火鸡肉 我把它和肉和骨头分离 骨头就可以用来煲汤煲粥 这个肉呢 就可以分不同的来吃法来剩下来吃 今天呢就给朋友们分享一款火鸡肉来炒饭 今天我们是两个人的量 所以我就放了半个洋葱 把它切成粒 一条芹菜 也是把它先切成条状 再把它切成粒状 自己根据自己的个人喜爱 喜欢 喜爱 也可以放不同的蔬菜 喜欢蔬菜多一点的就放菜多一点 喜欢饭多一点的可以放饭多一点 我们炒饭多一点 炒饭少一点 这个菜椒还是院子里野生的 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苗 但是已经结果结了半年了 现在还在结果 这火腿肉呢 我就把它分成六袋 抽真空 这样子的话便于保存 即便是放到冰箱的常温 也可以吃个一两个星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这个火鸡呢 是用蒜眼粉 黑椒 加了柠檬汁 黄油 注射到里边烤的 所以它肉特别清甜 所以我家儿子呢 主动提出来说带一点回学校 所以我们还留了三袋 给了儿子两袋 这三袋的话呢 分不同的吃法 今天呢 用来炒饭 另外呢 还有呢 就用来想做一次 火鸡肉 麻婆豆腐 再做一餐麻辣火鸡肉 看这蔬菜都已经切成粒了 包括火腿肉 也切成粒了 跟着热锅 先把洋葱 菜椒 和红萝卜放进去爆炒一下 炒出香味 跟着把芹菜也放进去 再炒它一下 再把玉米和豌豆 玉米和豌豆是在超市买的 冰冻的 回来解冻以后呢 把它控干水分 把它放进去 跟着盖上盖子 盖半分钟左右 打开盖子呢 放一些蒜盐粉 我炒菜很喜欢用蒜盐粉 把它搅拌均匀 今天我用了我们家的 百年老铁锅 真的是百年老铁锅 所以它来炒的话呢 它会有这个水蒸气 你看很快蒸发 我们家是没有抽油烟机的 所以炒 虽然放了很多菜 但是炒出来的饭是很干的 它是没有水分的 用水分很快就蒸发掉了 所以现在盖上锅盖 盖大概半分钟 这个米就很快就 菜的水蒸气上来 很快它就软了 软了以后搅拌均匀 都已经就可以的了 但是我们炒饭 最后喜欢放一些生抽 生抽是我家先生的笔贝 吃炒饭炒粉 必须要放生抽的 这才是中餐 你看这样搅起来 很快它的水蒸气就挥发了 所以它饭很干爽 炒饭一定要干爽才好吃 你看虽然放了很多菜 但是它一样很干爽 现在五颜六色的 火鸡肉 蔬菜炒饭 已经炒好了 你看色彩缤纷 味道也特别棒 那个鸡肉还是很清甜 再加上这各类的蔬菜 爽爽脆脆甜甜 我家先生已经迫不及待 在旁边等着了 这是他的挚爱 炒饭是他的挚爱 这里蝶是我的 希望朋友们喜欢 与 доп